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根據外交部的消息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應約跟意大利的外長迪馬藥通電話 在通話當中 迪馬藥首先介紹了意大利防控的最新情況 感謝中方給予的慰問和支持 認為 這樣是充分體驗了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好 當前意大利的形勢十分嚴峻 意大利政府密切關注和學習中方的成功防控經驗 採取有力的舉措阻止情況擴散 意大利同時都在面臨著 物資和設備短缺的困難 希望中方幫助解決言微之急 旅裏的華人華僑 在防控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意大利將會全力照顧好他們的健康和安全 王毅回答他 作為意大利的好朋友和全面戰略合作伙伴 中方充分理解意大利面對的挑戰 再次向意大利表達慰問和支持 疫情無國皆是人類的共同敵人 需要國際社會團結應對 中方始終秉承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既要全力保障中國人民的健康安全 亦都要為全球公共衛生的安全事業作出貢獻 日前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捐款 用於抗擊疫情的國際合作 亦正在向疫情嚴重或者醫療條件薄弱的國家 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王毅還說到 我們不會忘記 在中國抗擊疫情最困難的時候 意大利給予中方的寶貴支持 現在我們亦都願意跟意大利人民堅定站在一起 雖然目前中方自身對醫療物資仍有較大的需求 但是我們將會克服困難 向意大利提供這些醫療物資援助 加大力度向意大利出口急需的物資和設備 如果意大利需要的話 中方亦都願意派出醫療小組去到意大利 這些擺明就是把白士當紅士辦 無厘頭搞醫療外交 中國就從輸出國搖身一變成為大好人 向全世界施以援手 故此中國真是一個非常善於改寫歷史的國家 在國內 先有中宣部推出一本圖書 叫做大國戰役 目前已經下架了 因為不明的原因 這本書到底是說什麼 就是要歌功頌德 就是要吹捧中國共產黨和習近平主席的封公委跡 而且還有一些所謂的媒體報導 作為引證 這些媒體當然全部都是官媒 這部圖書下架後 突然又要推出一部抗疫劇集 叫做在一起 這部劇集是由國家衛健委 和上海市委宣傳部 大力支持 由上海廣播電視台 籌備拍攝 對內的洗腦式宣傳 就真的層出不窮 除了這些文宣以外 當然不少習近平主席 昨日遇駕親徵 南下巡視 繼續將喪事檔起事辦 對國外又怎樣 當然要控制著一些 關鍵的國際組織 例如世界衛生組織 先有陳馮富珍擔任世衛總幹事 後來就擁立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來自埃塞俄比亞的 譚德塞 五四運動的時候 就要提出 德先生和蔡先生 現在這個譚德塞先生 又不科學又不民主 而且 根本上是全方位向中國靠攏 而中國同時 啟動了所有大外宣 將中國塑造成為 向全世界人民私以援手的大好人 而且 又推出一些所謂的源頭論 試圖為中國撇清所有的責任 一隻手掌就拍不響 只是中國自己在宣傳自吹自雷 有鬼用嗎 當然要有外國的窩囊肺政客配合才行 意大利正正是這些窩囊肺的國家 自己的意識完全非常薄弱 又搞不定 現在竟然要向中國求援 作為一個第一世界的先進文明國家 竟然要淪落到這個地步 都是相當之刁念的 因此 歐美國家其實應該要慎重考慮一件事 到底 過度盲目的全球化 是不是對全球的經濟和社會 都是健康的事情呢 你把很多的生產線 全部放在大陸生產 就說中國是世界工廠 因為它有廉價勞工 因為它價廉物美 什麼什麼什麼 好了 現在搞談的事情出來的時候 你連自己國內的物資 和設備 都是供應緊張的 反過來就要問這個所謂的 世界工廠 血汗工廠 就是要求支援 到底是不是要想一想 在這件事件過了以後 某一些工業 比如說關鍵的工業 就一定要搬回自己國內 去生產製造才行 將所有的生產線 放在中國 其實就等同於任它如肉 太平城勢 大家賺錢的時候 當然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到了現在這個嚴峻的時刻 你又要反過來 養回中國的避息 分分鐘它如果不妥理的話 又可以把你的物資扣關 就算你生產了以後 都可能出不了口 所以在這次事件過後 西方文明國家 一定就要考慮一下 將某一些重要的 關鍵的生產線 搬回國內生產 至於其他一般的製造業 那怎麼辦 那你就把投資風險分散 不要所有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 中國的很多周邊國家 其實目前 技術都開始增長 而且勞動人口充足 工資 亦都比中國便宜 目前很多開在東南亞的工廠 例如柬埔寨 越南等等 採取一種什麼的方式呢 原材料就從中國輸入 然後就去到這些 東南亞國家進行莊嵌 就由當地 埋美 其實這種模式 自從中美貿易戰開始以來 就已經是越來越普遍了 而經歷過這次的非常事件 更加之要加速遷出的工作 否則你將所有東西 都放在中國生產 其實對於你本國 是否真的完全有利 是值得相確的 接著就想說說世衛的專家 前陣子就已經有一隻專家走出來說 說全世界都欠了中國人民的一份情 今天又有另一名專家 出來向全世界喊話 這位就是世衛駐中國的代表高力 到底他說什麼 他就說在中國政府高層領導 和全國協調的一致努力之下 激增的數字就逐漸平息 原本可能會導致更多的個案 但是因為中國的衛生系統 能夠更加好地應對 為他國贏得時間 得以記取教訓 不需要面對同樣的問題 這些真是 歪你就當真理 擦鞋就擦出面 還要比林鄭更加厲害 其實林鄭如果要 下次學習怎樣擦鞋 就不應該用 她自己那一套的語言 就應該向世衛的專家學習 才是 你看擦到立立令 為他國贏得時間 得以記取教訓 不需要面對同樣的問題 你說多厲害 其他國家的人民聽到 分分鐘就哭三聲 多虧你不少 全世界人民欠了你一份情 又欠了你一聲感謝 現在還要感謝你 為全世界贏得時間 得以記取你的教訓 現在真的不方不教訓 全世界都被你教訓 所以各國應該要考慮一下 到底是否要繼續參與 這個所謂 世界衛生組織 還是要另外組成一個 國際性的衛生機構 現在世界衛生組織到底 還有多少僅餘的公信力 其實他們所發出的指引 很多國家都不跟 第一個不跟的 就是入不了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的 中華民國 他們一早就已經宣佈了停航 你看到當地的情況 非常穩定 第二個不跟的 就是新加坡 本來他們都說 沒有需要實施入境管制 但是自從他們在2月1日 實施入境管制以後 那個升幅已經緩慢了很多 第三個不跟的就是越南 馬上停止向中國旅客 發出新簽證 使得旅客大幅減少 目前他們已經非常穩定 還有哪些國家不跟的 中國周邊的國家全部都不跟的 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 作為中國人民七十年的老朋友 他也要封鎖邊境 所有旅行團不要來 全世界不要入境 他就可以沒事了 蒙古國也是封鎖了邊境 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封鎖邊境 蒙古國總統 送回三萬頭羊 給習近平主席 俄羅斯又怎樣 俄羅斯一樣封鎖邊境 禁止你的旅客入境 根本沒有人跟世衛的指引 林鄭 當初就拿世衛的指引出來 當是神主牌一樣供奉 其實你心底裡 都是要跟香港人民作對 中國很多周邊的國家 都不跟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